大家好,这两天我结识了那个上海的哥们,他是在瑞典退休,然后到泰国办了养老签,因为他是在泰国是买了三套房子,在曼谷有一套,然后在巴迪亚有一套,然后在罗永的美平海滩有一套,这三套房子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美平海滩的那一套,那是,我让他把那套房子的图片给我看一下,他说给我留个惊喜,我以后到泰国他再带我去看他那个房子, 他说你想不到泰国会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所以好吧,就让那个惊喜一直保留到我下次去泰国吧 他现在在泰国三个房子,他根本住不过来,另外他应该在瑞典和上海也有房子,所以说他准备在曼谷跟巴迪亚这两个处房子,他有一处肯定是要卖出去的 然后我就让他把巴迪亚的房子给我拍了一下,我说如果有粉丝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你吧 我们也抱着欣赏的态度来看一下他巴迪亚的那套房子,然后他非常有才,然后他自己编辑了一个一分钟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不知道这些上海国门他以前是从事什么职业,但是看得出来的话他对房子非常的讲究 然后从他的选房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就是我们以后在泰国怎样找到满意的房子,我觉得提供了很多思路 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就是他选择开发商,他就选择让自己比较放心的开发商,他选择了北欧的开发商 因为他一直在瑞典长期工作和生活,所以他选择了芬兰的开发商 并且那个整个房子,他都是芬兰的建筑师设计的,并且全程监工,是由档案记录来证明的 跟那个隔壁的那个挪威人,虽然是挪威人建的,但是那个新北欧的房子 因为他那个房子主要是包租的公寓嘛,那个质量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面 并且那个房子的结构是非常好的 第二点的话,他选择一个小区的话,他非常看重那个小区的那种文化社区的一种氛围 他选择那个小区,因为大多数外国人都是芬兰人 所以在这个小区有芬兰的会馆,还有芬兰语的学校 并且这种学校的话,是北欧国家给自己公民提供的一种福利,给自己海外公民提供的一种福利 只要是一个小区,他的本国公民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话 就会由本国政府派出专门的老师过来,给这个小区的小孩上课 并且导师是分两个的,一个是教语言课,另外一个还是做课外活动的 这样的话,小孩在那里上午下午,他都有活动的安排 这样的父母住在那里的话,也非常的省心 非常羡慕这种制度 第三点就是在同一个小区的那房子里面,怎么来选择房型 我觉得他的眼光非常的好,他选择那套房子 你看在整个那个平面图里面,他每一层楼只有一套是这个户型的 就是三个平方的,一套一的户型 他那个户型的特点就是他的近身浅,然后开间大,就采光面很大 这样他采光非常好,并且那个房子的结构也很好 这样的话,你看他的那个厨房就很宽敞 然后客厅也很宽,卧室也很宽敞 整个那个结构看着就比较舒服 跟那个小区其他的户型,那个一套一的,就是35个平方的 他就是那种近身比较深,然后开间比较小 这样的话,这个房子虽然面积大 但是看着感觉那个空间还没有他那个33个平方的那么大 另外我觉得他这个房子很有设计感,就是那种北欧的简约风 你看他每一个电器都有专门的位置 你看他的冰箱 就在那个厨房的那个位置,有专门的空间就是设计好的 他的厨房的那个面板,有两个电磁炉,然后上面都有车油烟机以及烟道 布局非常的合理,看上去不是很大,但是也非常的实用了,够用了 另外他阳台,就是放洗衣机的位置,也设计的非常好 包括他空调,放空调的位置 因为在巴提亚,在泰国,很多他是没有设计专门的空调的位置 结果那个空调就直接挂在阳台上 你到时候人在阳台上休息的时候,你如果房间里面还开着空调的话 你根本在阳台上没法待的,因为那个热气就直接就吹到你的脸上了 另外就是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 首先他的泳池还是挺漂亮的,在屋顶,然后可以看山景 也能看得远远的看见海 另外他还配有桑拿房,这个是很多小区是没有的 当然桑拿,它是芬兰的一个特色,应该是芬兰人发明的 另外他在门口的那个位置有一个小小的广场 他之所以这个叫闲罗东方广场 就是因为他门口有一块小广场 这个小广场的话不仅给大家提供活动的空间 另外有时候他会安排那种小的集市 就是卖一些工艺品这些,在那里很有生活的氛围 具体他这个房子的价格的话 因为他是在疫情前请一个法国的中介给他做了评估 当时划出去的价格是190万台铸 现在疫情之后肯定是卖不了这个价格的 具体要卖多少钱,所以他心里面也没谱 所以这个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只能直接跟他商量了 直接跟他谈了 好吧,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今天